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自水仙花的故乡张州市 简子之乡张古县 古老的云间简子 至今有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 北方的简子 它是作为贴窗花用的 所以它的特色是很豪宽 粗暗 那我们南方的简子 最早是作为刺绣的底样 因此它的构型非常细腻 是什么原因 让我对简子这么持之以恒 是因为热爱和职责 热爱和职责是最好最持久的动力 简子传统记忆传递着美和正能量 以其说是给我们带传承 不如说是记忆给了我们幸福和信心 简子已经成为我生命和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次两岸展演肯定能碰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火花 两岸同胞共同展演是特别特别好的创意和活动 可以把人们带入团聚喜庆的亲密氛围 相信大家都能创作出更精美的作品 共享两岸同胞血龙以水的骨肉亲情